细思极恐 料谁能想到 本市的连环变态杀人犯 居然是衣冠楚楚的大学教授 看着不省人事的何月 教授难掩激动的心 颤抖的手 他已经迫不及待要实施自己的变态计划了 正在此时 一连串有规律的滴答声 从何月的包中传出 教授听见了 他打开包一看 居然是追踪器 他心中倒吸了一口凉气 不过 他并没有打算就此做罢 另一边 在楼下等待的老李 察觉到了不对劲 按照他们的原计划 此时 何月应该已经下楼了 顾不得那么多 老李敲响了教授家的门 他横冲直撞 翻向倒柜 奇怪 何月不见了 也正在此时 老李手中的监视器响了 何月佩戴的GPS正在高速移动 老李没有多想 当即便下楼开始驱车追赶 这是调户离山 但老李刚刚下楼 教授从楼梯口 拖出了昏迷不醒的何月 一家废弃的修理厂里 何月苏醒了 在他的背后 正是给他打电话的小资 小资用略带哭腔的说道 对不起何月 我要是不给你打电话 他就杀了我 何月没有怪罪小资 放过来安慰他 正在此时 教授缓缓地走了进来 他要让何月死个明白 他说出了自己的动机 可笑的动机 在他的心中 他觉得白羊座的女人 都是一只红杏 他的老婆就是白羊座 为了追求物质生活 他去了美国 嫁给了大老黑 还把他的积蓄搜刮得干干净净 教授越说越激动 他一鞭子抽在了小资的身上 这是小资自己选的死法 用鞭子活活抽死 可能是年纪大了 考虑到抽鞭子是一个体力活 他没有让何月选择死法 他给何月定的死法 是用句子句话 变态 变态至极 另一边 循迹追踪 一辆大货车和GPS的信号源重合了 在一个十字路口 货车被拦截了 警方随即开始检查 驾驶室里没有 车斗里没有 车底也没有 老李心中倒吸了一口良气 他爬到车顶一看 发现GPS被粘在了车顶 他心中大呼不好 另一边 教授已经开始调试电锯了 何月试图用爱去改化的 他说他的妻子是特例 只是遇人不输罢了 教授摇摇头 他又说到了张薇 就是和猥琐男相处过的张薇 这也是他发作的源头 张薇是一个物质的女人 在教授的人生低谷期 他走进了教授的生活 当他发现教授没钱时 他又一转身 投入了猥琐男的怀抱 杰克也有一百块钱 够花的了吧 可他不 他要一部手机 就五六千块钱 他不干了 他还说 我那事不行 等我老婆说的一个样 言罢 教授掏出了一张表 表格里密密麻麻的写满了 所有白杨做女孩的信息 没错 他要杀掉学校里 所有白杨做的女孩 情绪抒发完了 他将和月拖到了工作台上 哈哈 你叫 叫 你放我 你放我 坐在此时 老李来了 老李来英雄就美了 他左手将跨刀扔到电锯上 触发保护模式 右手扣响了扳机 子弹结结实实地 射入了教授的脑袋里 原来就在刚刚 警局内猥琐男交代了与张薇离开的那晚 他将张薇送到了这一间废弃修理厂 真是千军一发 至此 警方很顺利地破获了这一起连环变态杀人案 插一句题外话 星座这东西准吗 我说在这一段时间里就扫充了 就不扫充了 就不扫充了